202億台灣高球名人賽 在疫情動盪的這兩年時間 導致亞洲巡迴賽全面喊卡 不過這個堪稱全台灣規模最大 水準最高的高球界盛世 仍然堅持35年傳統 在老淡水球場點燃戰火 台灣名人賽是亞洲巡迴賽 裡面很重要的這次戰場比賽 因為這兩年疫情的關係 外國選手不能來 所以我們還回覆 回來比台灣巡迴賽的這次戰 因為這個規模比每年更大 那麼之前這個獎金每年都有很多 最早是向美國的明年賽 偶爾的這個做法 已早五十年 所以全世界一樣這個企業 在出席 一樣這個球場的比賽 可能就是我們台灣的明年賽 可能全世界也真正正行 大會會長翁兆喜 除了在高球場上秉持傳統 這個信念也延續到日常生活中 在日本出身長大的他 嘴裡說的是一口流利台語 原因令人感動 台灣的武藝尖縱怨 從這裡一直.. 久stop掉了 開始50多輝 你開始有武藝 我 azt跟著武藝 全部都看過 這麼年輕 我都混在你 像說盡量用武器 心想也訓練自己 能說這個台語 身為台灣人講這最道地的台灣話 也多虧這世代相傳的精神 台灣名人賽才可以歷久不衰 成為台灣高球界的指標性賽事 YTV台採訪報導